你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财富的起源》这本书 作者是艾里克·半英霍克 他可是牛津大学新经济思想研究所的掌门人哦 为什么会有这么个书名呢? 因为这本书给出了一种相当独特的解释 解答了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财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你知道吗? 过去的两个世纪里 人类的财富可是经历了一场爆发式的增长 如果我们把人类漫长的250万年进化史当成一个时间轴 那这200年就是这个历史时间轴的最后一小节 也就是说,在历史的某一个瞬间 财富就突然涌现出来了 而且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 在南美某个原始部落 人们的生活水平停滞在1.5万年前人类祖先的水平 作者算了一笔账 估计纽约市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那个部落的400倍 相差两个数量级 这还是挺在意料之中的 可让人吃惊的是 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商品数量的差距 原始部落只有几百种可交换的商品 而纽约市却有几百亿种不同的商品 差距竟然高达8个数量级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数量和种类上的寒武剂大爆发呢? 这里的寒武剂大爆发指的是5亿多年前的寒武剂 地球突然涌现出了大量生命物种 这种生命的大爆发是生物系统自然演化的结果 那么财富的大爆发 难道也和生命大爆发有点相似 是一种系统演化的结果吗? 这就是本书要给我们解答的问题 当然 作者的野心不仅仅止步于此 其实 作者的最终目标是颇为宏伟的 他想要拆解那座 以历百年之久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厦 然后重新搭建一座崭新的理论框架 他把这套框架称之为复杂经济学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复杂经济学可谓是经济学科一次重大的范式转变 有点像当初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冲击 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经济的认知方式 王妖宁曾说过圣道不传的原因 在于后人有圣心 其说本已完备 非要另立以说以圣志 就是说 前任的学说本来已经很到位了 但后人读到后 感觉不对 非要另外创出一种说法 《财富的起源》 这本书到底是因为作者有圣心 还是他真的洞察到了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关键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给你详细阐释书中的主要观点 看它是如何从复杂经济学的视角来解释财富的起源 第一 作者认为 主流经济学在一百年前就跑偏了 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是为什么 第二 对于经济周期 股市崩盘等老大难问题 复杂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新视角 第三 为什么说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 而是进化出来的 好的 让我们先聊一下第一点 为什么作者觉得主流经济学在一百年前就开始偏离了正轨 陷入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期 经济学还只是一种哲学思想 当时 斯密等古典经济学者自认为是哲学家 而不是经济学家 更谈不上科学家 那时的经济学只用到了相当简单的数学 亚当斯密也从未用数学来论证过市场机制 这只看不见的手究竟如何实现财富的最优配置 然而 后来的经济学家对这种状态并不满意 他们希望经济学能更科学一些 最好能够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经济现象 就像物理学家能用数学公式描述物体的运动轨迹一样 最早尝试这么做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莱安瓦尔拉斯 1872年 瓦尔拉斯发表了一本巨著 名为《纯粹经济学要义》 这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 也就是边际革命的开始 马尔萨斯将经济体视为一个封闭系统 其中财富的数量和种类是固定的 这些财富被随机分配给了具有不同偏好的人 他们通过交易来实现经济的均衡状态 作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从这个点开始走偏的 为什么呢 问题在于均衡这个概念 这是瓦尔拉斯从当时的物理学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 根据牛津物理学词典 均衡是指系统的一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各种力影响和反应相互平衡 因此不会发生进变化 比如说在一个封闭的物理系统中 各种能量不再相互转化 我们就说这系统达到了均衡 瓦尔拉斯把这个概念拿到经济学里 认为经济就像一个封闭系统 在某个价格点上供给刚好等于需求 这时候市场就平静了 经济也就实现了均衡 资源就得到了最优配置 然后呢 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 沿着瓦尔拉斯的思路 往均衡模型里加了越来越多的数学工具 本书的作者认为 编辑理论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 就是引入了数学 这样经济学家们 就能用漂亮的数学公式 来表达复杂的经济现象 让经济学看起来 比其他社会学科更科学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样做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 甚至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首先经济学想要变得和物理学一样精确 就意味着经济体中的每个个体 都必须像物理世界中的物体一样 行为模式是一致而可预测的 可是 怎么可能把现实世界中千差万别的人类行为 变得可预测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瓦尔拉斯提出了经典的经济人假设 就是假设每个人都是绝对自私 绝对理性的 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 人类既不是完全自私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 或许你会说 现实世界中也没有绝对的直线 但我们可以抽象出一条 来近似模拟现实啊 那为什么经济学就不能抽象化人类行为呢 可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抽象化人类理性 而是在于错误地理解了人类的属性 实际上 人类有两种认知模式 一种是归纳法 一种是演绎法 人类最擅长的是第一种 就是从已有知识中总结认知模式 再把这种模式运用到新的知识中去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喜欢听故事的原因 因为故事里包含了丰富的认知模式 而计算机擅长的是第二种 也就是演绎法 就是给定一些前提条件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 得出新的结论 在真实世界里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用归纳法做决策 但你瞧 经济学却假设我们人类和电脑一样 用的是演绎法来做决策 两种决策方式都是理性的 但结果可能差别很大 这就是为啥经济模型 难以解释真实的经济现象 更有趣的是 经济学假设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模一样的绝对理性 这可就意味着 通过学习来进步是不可能的 这明显是个荒谬的想法 其次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看成一个封闭系统 只研究有限资源怎么分配 却不探讨新增财富从何而来 把这个关键的经济问题 当作系统外部因素处理 这显然是个大缺陷 更糟的是 经济系统真的能当成一个封闭均衡系统看待吗 在瓦尔拉斯那个时代 物理学家还没找到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个定律说 在封闭系统里 商会不断增加 商就是那个火字旁 加上商业的商 这意味着系统会变得越来越混乱无序 等混乱达到顶点时 系统就不再有任何变化 就达到均衡了 显然 如果瓦尔拉斯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 他就不会把经济系统看成是封闭均衡系统 其实 经济系统必须是个开放系统 能量和物质不停地流进流出 才能创造新的秩序结构和模式 总而言之 作者觉得一百多年前的编辑革命 让主流经济学走上错路 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模型 完全不符合经济真实运作方式 而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设 则是对人类决策方式的误解 这些缺陷让主流经济学 不仅无法很好地解释重要的经济现象 比如财富的起源和经济周期 也无法有效地预测经济 为了解释经济模型和真实世界的巨大差异 后来的经济学家 不得不不停地修修补补编辑理论 提出创新理论 信息不对称 有限理性等等 但这些都无法弥补 这个理论框架的根本性缺陷 实际上 从瓦尔拉斯发动编辑革命到如今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没怎么大变 相比之下 物理学的理论框架 一直在不断演进 从牛顿的经典力学 到相对论 量子力学 混沌理论 复杂理论等等 一路迭代更新 以当代物理学家的眼光 看经济学家 感觉他们就像 是从一百年前穿越过来 还死守着那时的物理模型不放 失守给经济学建立个新的理论大厦了 这就是复杂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分歧 复杂经济学将经济视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复杂是说 这系统里的行为主体很多 适应则是指这些主体有适应性 也就是 他们能互相学习 调整自己的行为 整个系统在不断演化前进 比如说 蚂蚁群就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单个蚂蚁的智商虽低 远不是经济人那种理性个体 但他们通过简单的信号互动 却能完成复杂的任务 比如建议学 有组织的进攻和防守等等 还有 像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大脑的神经系统 生态系统 互联网系统等 这些都是复杂适应系统 若将经济看作是复杂适应系统 你会发现 之前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变得可以解释了 比如经济周期 按照主流理论 经济繁荣时 价格上涨 人们减少消费 经济就不至于过热 而经济萧条时 价格下跌 人们增加消费 经济就不至于崩溃 通过价格机制 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就像个恒温器 能把经济控制在适宜的范围 不应该发生大的波动 嗯 实际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而复杂适应系统的特点之一 是它是个动态系统 能形成正反馈 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 麦克风离音箱太近 就发出刺耳噪音 这是声音在两者间反复放大 形成正反馈 正反馈是个加速放大 和自我强化的循环 导致系统呈指数级增长 或者指数级崩溃 经济周期就是经济体 中正反馈的结果 例如 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 减少消费 生产相应减少 就业下降 于是 人们更悲观 进一步减少消费 最终导致经济严重萧条 在这个过程中 市场机制失灵 靠市场本身的力量 拉回经济均衡状态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或许你会说 不管是萧条还是泡沫 终究不可能无限持续 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 风雨过后 大海会平静 这样 他们设定的任务 就显得太容易 太无用了 政府的干预 其实就是通过 恢复市场信心 中断经济恶性循环 别忘了 正反馈不仅仅有负面效果 实际上 它有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能突破增长的边界 我们都知道 主流经济学 有一个著名的地减规律 生产者的投入边界收益递减 消费者的消费边界效用递减 正是这递减规律 让生产者无法无限制投入 消费者也无法无节制消费 所以 供需才能保持在均衡状态 但在某些情况下 正反馈机制 可以打破递减的枷锁 比如技术进步 技术创新越多 人类的知识储备越大 每个新发明的收益也越大 对技术的投入就是个典型的 递增编辑收益 递增编辑收益能打破主流经济学 所说的均衡状态 实现爆发式增长 好的 咱们刚才谈到了 主流经济学不太能解释经济周期 同样的 对于股市崩盘也有点捉襟见肘 按照均衡理论 股市本应保持在一种平静状态 除非有什么新消息传来 才会打破这个均衡 也就是说 如果突然发生股市崩盘 那肯定是因为 在股市之外发生了什么大事 比如受到了某个重大新闻的冲击 有时候 这种解释说得通 比如说 911事件确实引发了美国股市的动荡 但有时候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 拿1987年美国大股灾来说 当天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新闻事件 纽约时报头版新闻当天关注的 是对美元贬值和贸易逆差的担忧 这种标题放在任何一天都差不多 那么怎么解释1987年的股灾呢 实际上 只要把股市看成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即使没有外部消息 股市本身的运行也可能产生波动 股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交易者 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纪人 而是有着不同心智模式和投资策略的人 这些人在市场上互相影响 互相学习 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策略 至于哪种策略 在特定时间点会赚钱 这和股票本身的价值关系不大 而更依赖于市场中 其他人采用了什么策略 在这个高度互动的过程中 股市时而平静 时而波动激烈 泡沫和崩盘也时有发生 事实上 现在的计算机技术 已经能够完美地模拟这个过程 从而证明股市本身的运行 就足以导致股灾 再进一步看 如果股市是复杂适应系统 那么金融市场上一个最重要的假设 随机游走理论就是错的 主流经济学认为 股票价格是随机游走的 根据数学定律 随机数据应该呈现中型分布 也就是一条中间高 两边低的曲线 主流金融理论和风险评估模型 都是基于这种曲线的 按照这些模型 像1987年 美国股市崩盘这样的事情 要等到宇宙寿命的几十亿倍时间 才可能发生一次 而实际上呢 同等破坏力的崩盘事件 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问题出在哪里呢 如果股市是复杂适应系统 这说明股票价格并不是随机的 而是市场中所有交易者 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导致股票价格的分布不遵循中型曲线 而是遵循另一种特殊的分布 叫做密率分布 与中型曲线相比 密率分布更容易出现极端数据 这就是为什么股市的实际波动 比传统理论预测的要大得多 好的 这一块我们刚才聊到了 如果咱们把经济看成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那么之前许多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现象 比如经济周期 股市崩盘 一下子就能说得通了 不过 还有一个问题带解决 就是一开始提到的财富的起源问题 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财富究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从亚当斯密开始 经济学一直牢牢关注两个重要议题 其一 财富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其二 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 亚当斯密对于财富从无到有的创造非常关心 他的国父论可以直译为 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我们对亚当斯密的答案也并不陌生 就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增加社会的财富 然而 仅仅依靠劳动分工 似乎不足以解释 过去两个世纪人类财富的急剧增长 财富的创造显然还有其他渠道 然而 从编辑革命开始 主流经济学只专注于研究财富的分配问题 却不再深究财富的创造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将财富的激增归因于经济系统之外的因素 比如技术进步等 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也使得财富的起源 这个经济学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成为一个味觉的谜团 作者认为 如果经济学不研究财富的起源 那就好像物理学没有大爆炸理论 生物学没有进化理论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它以复杂经济学为我们带来了 对财富起源的一种新解释 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 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看 财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是进化出来的 复杂经济学认为 经济系统是复杂适应系统中的一小部分 也就是进化系统 这里要注意 说经济是一个进化系统 并不是打个比方 而是指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共享一套进化算法 理论上 这套算法可以在任何媒介中运行 可以是探机 可以是规机 也可以是语言文字等等 进化算法的本质在于 在一个巨大的可能性空间中 进行筛选的过程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 我们来进行一个思想实验 想象一下 你现在手里有一套乐高积木 里面有500块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积木 你能用这套积木拼装出多少不同的设计呢 大约是10的120次方 如果把每种设计排列在一起 那整个宇宙都装不下 当你在这个比宇宙还大的设计陈列室里 浏览每个设计时 你会发现其中99.99%都非常无聊 毫无章法 只是偶尔会出现一座宏伟的城堡 或者一艘精美的宇宙飞船 不过你可能需要花上百万年才能碰到一个稍微有趣点的设计 这样的搜索方法实在是太低效了 而进化算法就是帮你从这个庞大的陈列室中 可靠快速地找出那些好的设计 换句话说 进化就是一种从草垛中搜索细针的算法 具体来说 进化算法要对每一种不同的设计进行编码 在生物系统中 这个编码是DNA 在经济系统中 这个编码就是不同的商业计划 然后需要解读者来读取编码 在生物系统中 解读者是生物体 而在经济系统中 解读者是企业 最后还需要一个仲裁者 这就是生物体和企业所面临的外部选择环境 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 你就可以启动进化算法的搜索了 现在设想一下 你突然来到了一个未知的区域 地势低的地方很危险 你必须尽量往上走 待在尽可能高的地方 然而 周围一片漆黑 你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感觉到地形高低的变化 你该怎么做呢 你只能向四周随机迈出一步 如果感觉地形变高了 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迈进 如果感觉不到变化 或者地形变低了 那就退回去 重新尝试一个方向 通过这种方式 最终你能来到一个局部的最高处 但请注意 只是局部 这片区域里可能分布着很多高矮不一的山峰 你很有可能 只是来到了一座小山丘的顶部 在这个局部的顶峰 你往任何一个方向走 都是下坡 所以 你没办法再通过原来的方式 找到更高的山峰 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抛弃原来的策略 进行大胆的随机跳跃 看能不能恰好跳到一座临近的山头上 再进行探索 不过这样的跳跃风险很大 很可能失败 但是只要有足够多的像你这样的探索者 就一定能找到高峰 其实这就是进化的算法 进化通过一步步的渐变 和随机跳跃式的突变 来快速搜索整片区域里的高峰 作者形容进化就像一个赌徒 但是是一个营链很大的赌徒 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使用了这样一套进化算法 因此 它们都是进化系统 你可能会有疑问 生物系统的进化是盲目随机的过程 而经济系统中 无论是商业模式 还是技术进步 都是出自人类有目的的设计 这两者能是一样的吗 其实 设计是否有目的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系统能否出现足够多的变异 而且能够对这些变异进行选择和放大 从而创造出更具适应性的新事物 新知识和新增长 这才是进化的本质 进化算法 可谓是自然历史中的巨大推手 不仅促成了寒武器时代的物种大爆发 也在现代社会引发了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巨大增长 在这个意义上 作者强调 财富并非创造而来 而是一种进化的产物 进一步而言 经济系统并非单一的进化过程 而是三种进化过程相互影响的复杂结果 首先是物理技术的进化 像是蒸汽机 计算机等的不断涌现 其次是社会技术的演进 涵盖货币 股份公司 破产制度等的创新 最后则是商业设计的发展 包括商业战略和管理方法等等 作者认为 正是这三种进化过程相互交织 推动了当今社会财富的大爆发 好 今天我们深入讨论了如何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 重新审视财富的根源 作者认为 19世纪末的编辑革命 让主流经济学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导致经济模型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因此 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新的经济分析框架 也就是复杂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经济看作封闭 静态的线性系统 而复杂经济学则将其视为开放 动态的非线性系统 主流经济学扎根于早期物理学的均衡视角 而复杂经济学则汲取了生物学的进化思想 从复杂经济学的视角看 很多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如经济周期 股市崩盘 以及财富的增长 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 而是一种经济系统的进化产物 正是进化算法 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财富大爆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了 关于这本书 我摘录了几句本书的精彩文稿 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1 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 本身是不可逆的 2 现在偶然的观察都能证明 我们整个的经济生活 都依赖于低商 材质 布料 木材 瓷器 铜 这些都是高度有序的结构 3 尽管产品和服务 本质上是一种创造秩序的活动 但并非所有的秩序 都有经济价值 4 经济是复杂性方面的一个奇迹 因为没有人设计它 也没有人运营它 5 只有提高生产力 才能提高国家的人均财富 好啦 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我们下期见